是的,香港警方今天再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为由 先后拘捕苹果日报五名高层 并且突击搜查苹果日报大楼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强调 任何人尝试利用新闻工作做保护傘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政府必定会严厉依法打击 李家超表示 警方调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指警方会调查任何人 包括公司内外的人 有否参与协助、教唆或资助他人 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希望警方搜集更多证据 向所有相关人士追究到底 至于警方指涉案数十篇呼吁制裁的文章 是署名评论还是引述言论的报道 李家超没有正面回应